等一下就是要入這裡 好 這是第一個檢查點 那第二個檢查點就是 哪一個比較高 哪一個比較低 你要勾的是比較低的那一組 要入針的是比較低的那一組 所以我現在先把針套進去 然後接下來我要開始勾 通常如果你們停下來的話 就比較會有這一方面的困擾 就是說你不曉得接下來你要入哪一個 好 是要拿這樣子勾還是拿這樣勾 那你要記得這個比較矮的 這個是你現在要入針的 比較矮的這一個 那接下來就是勾一樣 就是拉把針 加珠子的拉把針 我快速的那個趕快勾起來 因為我要講那個結合的地方 因為我們今天設計的這個作品 是一個圓形的 那之前我們有設計過 就是它可以勾比較大一點點 然後做成是手鏈 好 它可以做成手鏈 然後今天這一個我就是做成一個項鍊的墜紙 這個一定要特別小心 那個珠子不要讓它跑掉 一定要在那個正確的位置 入針的時候一定要在這個大珠跟小珠的中間 然後摺成U字形 這樣你會比較容易 就是來勾緊一點點 如果你覺得那個線已經就是不好控制了 那你裡面放掉 再重新來捲一次線到你的手上 不要就是因為它越離越遠的話 你就很難去控制那個鬆緊 因為我們手手指頭往右手邊 它就會比較鬆 往左手邊拉它就會比較緊 好 那這個是不是已經是最後一組了 已經沒有做是可以加的嘛 好 那接下來你們看那個獎勵的第二頁 應該是還在第一頁 第一頁的這個AB10這個地方 我現在要把這個這個字帶把它 它是一個長條狀的 那我要把它弄成圓的 那個心血如果看不懂這塊沒關係 我因為你可能要比較慢進入狀況 我再慢慢教你 好 就是你現在 我們剛才入針是不是一樣 就是比較低的嘛 所以是不是有比較低的 這個先入針 這是我們最後一組的樣式B 那接下來我要入第一組的樣式B 所以它現在是深色對不對 那我一樣要入深色 記得大豬都在外 我們在入針的時候 是不是小豬都朝內 那一樣的原則 這尾端是這樣子 前端起端這裡也一樣 大豬在外 小豬在內 然後由大豬跟小豬的中間入針 OK好 這一段絕對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在下一個 那這裡 我現在入針之後 然後我這個勾針上面是不是有三條線 一二三 那我一次拉拔跨過一條線 跨過三條線的意思 我分擔看有沒有辦法做慢一點給你們看 那我沒有辦法我就一次勾 一個對不對 再勾 不針勾過第二個 再 第三個 他是不是就一幕就全部勾起來了 好 那這個地方他比較容易鬆掉 所以這稍微檢查一下 來看到有沒有問題點 這裡 這個線跨過豬子了 這個線 這一條橫線 這一條 好 所以你要把它拉好 然後要把它調整一下 調整一下 你看豬子跑掉了有沒有 這個豬子跑掉了 那這個就把它搬回來 翻回來 稍微整理一下 因為這個要接合的地方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有沒有 好 那就比較OK了嘛 好 那我們在織的過程 我們是不是都是一直順時針方向旋轉 好 這裡也一樣喔 一樣是順時針方向旋轉 但是順時針方向旋轉之後 我要轉回來 因為這個是不是最後面的 那我 老師我請問一下 你現在不用再做一個鎖針嗎 你現在給三個鎖針 要要要要要 要在一個不加豬子的鎖針 然後這裡就是一樣入針嘛 大組更新 這是最後一組 那我現在要 因為剛才 我們一直在織的時候是不是都順時針方向旋轉 這個也不例外 順時針 但是在這裡最後一個步驟的時候 我要逆時針方向旋轉回來 再看一次喔 這裡 這裡是順時針方向入針 然後再轉回來 因為我要入這裡 我要入起頭的那個量式 對 對 因為如果我是一樣是在那個 這樣子轉的話 這個線被我扭了一圈了 如果一樣是 就是說我現在是順時針方向旋轉 那如果我沒有做這樣子的動作的話 我一樣是這樣子順的話 它就會被我轉了一圈 就轉了一圈 所以我在這邊的話是這樣子 就是逆時針方向旋轉 然後一樣有右側入針 我應該講義上有寫 對 對 好 然後這裡一樣入針之後 這一條是起邊的線 我們就把它拉到後面去 不要管它 再勾線出來 一樣 是不是有三個 勾到那個起邊的線 這個是起邊的線 我們把它拉到旁邊去 好 好 這是淺 剛好生淺 深色的是最後的線 那我就勾深色的線出來 出來 出來 是不是三個點 再把這個 再勾一個 不加竹子的所針 最後再勾一個 然後就結束掉 這是一個結束的針 好 那結束掉之後呢 這裡 拉緊 這兩條線 一起 打 平結 打平結 打平結之後呢 這個線 再把它收掉 它會稍微 會有 結合的地方一定會有 一定會有 好 那我們就把它用這個大眼針 來做收尾的動作 因為你收完之後 它可能就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好 好 所以我現在就是兩頭分開來收 那收線的時候 記得 我們的原則是怎樣 就是前進最後一組大珠 就是最後一組大珠 好 因為我要把這個縫隙拉緊 所以我要這樣子 拉緊 它就會變小 如果我沒有拉這個動作 它是不是鬆鬆開開的 那我做這個動作 拉緊之後 它就不會 它就不會那麼明顯 然後接下來 就是穿過這個大珠的 右手邊的小珠 再跨過去的那個大珠前面的線 橫線 所以就會 它等於是跨兩 跨過兩條線對不對 日本小珠的這裡 是不是也有一條線 然後再跨過大珠前面的這一條 這一條線 穿過大珠的那條線 跟日本小珠的那條線 這樣子講 它先跨過日本小珠的那條線 再跨過大珠的那條線 所以直接跨兩條線出去 那跨過去之後呢 再做一個打結的動作 在這個大珠的前面 做打結的動作 大珠的前面 那我們做怎麼打結 來 線是不是在這個大珠的外側 我在由內往外 再前進一次 挑起這個線 再挑一次這個線 它這裡是不是就有一個圈圈 我就直接穿過來 穿過這個圈圈 好 它這樣就打一個結了 再繼續前進大珠 再往大珠的右手邊的 右上方的這一組 日本小珠 跟它的旁邊的那一組大珠的 前面的那兩條 就是穿過這個 這顆大珠是你前進的大珠嗎 它的正上方的這個 等於是右側方的這個小珠 然後還有這個大珠 底下的那兩條線 穿過去之後 一樣 勾住大珠底下的那一條線 這做打結的動作 那打結的時候 你可以直接這樣子穿 但是你也可以做一個動作 看一下 扭一下 它是不是變成一個八字形 一個八字形 然後我再穿過這個洞 它就是一個八 有沒有 這樣會比較緊一點點 它這樣子會比較緊 那往這邊 先往外面拉 再把它拉進去大珠裡面 那那個結 基本上就會長到那個大珠裡面去 小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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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我一下 我這一次有發現有一個東西 其實跟小熊一樣好用 你知道文書用的那個紙套嗎 橘紅色的那個紙套 你知道嗎 就是一數鈔票的 就是人家那個紙套 就是橘紅色的小小的一個 那我就把它套在這個拇指這裡 套進來 然後你在拉的時候 針就不會滑 你只要套一個就可以了 不需要套兩個 好 那這個的話 就是我現在 就是我收兩次了 那繼續收 好 這是剛才的那一條線 好繼續收 繼續收線 大概收了三次 扭一下 好 可以扭一下 會比較緊一點 有扭的話 它就比較快結束 它就比較緊了 好 那基本上就是 打結個兩三次就可以了 然後你一拉 它結就在裡面 然後再把這個線剪掉 另外一頭 一樣的做法 好 一樣的做法 那你看了 等我一下下 我先把這個也收個幾針 好 那個地方看一下 因為這個地方是稍微有比較明顯一點點 好 那我就一樣再穿 因為我剛才是往這邊穿的 看一下 好 那我現在換穿這邊 就是穿過大豬 一樣穿過大豬 好 然後拉緊 你看我這樣再一拉 它就比較不明顯 好 那一樣就是穿過這個 小豬跟大豬底下的線 然後再做打結 記得這個節不要跨到那個日本小豬 我們今天先把這個兩種樣式的是螺旋邊的這個 墜子的部分先做好 然後 作品才要開始做而已 所以要講一下 如果你不想要做這樣子的設計的話 好 你可以怎麼去做變化 因為金晴他不想要勾這個東西 那我就會建議他勾五個這個 五個配件 然後我就變成是 這樣子 就這個不要 這個沒有 然後我就這樣子 這個就沒有 這個就沒有 就這樣 接起來 就是沒有 這個沒有 好 這個沒有 就是管珠 就是你這個隨意可以參差 你要就是你不一定要三組在一起 因為你用現有的現 現有的柱子去做變化 你要你們要學會怎麼用現有的素材去做設計跟變化 那你因為我現在這個東西是都集合在一起 那你可以把它分散開來 但是 你就變成說你要想一下就是你要大概要怎麼去做分配這樣子 好 那可以做五組這個 那如果說你要做這個 但是你不要做這樣的設計 怎麼辦 可以這樣子 我把它放在項鍊的中間 就是這個只做單向的編織上去嗎 那我變成是這邊也變一個 類似這個織帶的東西下來 然後我就會變成是這樣子 這個沒有喔 這樣子喔 然後就這樣子串下來 然後就變成這樣子 這樣子 串過來 沒有這個喔 沒有這個扣具喔 它就是跟這個東西一樣喔 然後這樣子 然後這邊是管珠 然後這邊也沒有 就是我把它這個放在中間 不是放在下面當墜子 我放在那個下面的中間 然後就這樣子吹 就是這樣子 可能就這個沒有 然後就這邊可能再接管珠 好 就可以做不同的設計 好 那 就是你們現在今天就是做這個好 下禮拜做這個 就下禮拜 我們再來做組合的那一塊 那組合那一塊我會比較傾向就是說 我告訴你技法 然後你們可以去做顏色的變化 還有珠子的位置 那我講義還是有些 你們自己可以做變化這樣子 OK 好 很快完了